端午节日正当中 相传是一年之中转运的最佳时机 许多人会特地上山取五十水 取鞋保平安 但疫情升温 全台取水热点几乎统统关闭 这里却反其道而行 阿嬷提着超大塑胶桶站在山路边 要把珍贵的山泉水装好带回家 甚至还有小货车 整个后车都再好再满 因为今年是端午节 所以民众会来这边取五十水 目前因为是防疫期间 警方我们特别到现场来这边宣导 让民众保持安全距离 取水现场就在台中八仙游乐区入口处 狭窄山路上车潮绵延好几公尺 还得出动远景疏通 警方无奈表示取水点就在路边 没办法封闭管制只能柔性劝导 但反观云林的五十水热点 盖上井盖锁上大锁 这口三百多年的古井 就在北港朝天宫的小吃摊旁 每到端午节取水人潮都会大排长龙 但为了防疫老板向马祖寝室霸气风景 今年端午节各地景点纷纷封闭取水点 而古关这条路上难封路 幸好有圆景举牌维持秩序 避免人与人靠太近 曾选 廖亦德 陈苗 孙玉立 台中云林总部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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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